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经过观察呢 发现这个反光板下面有好多这个金属木 拆吧 一起来看看这个尼坑的第五会坏什么地方 接掉装饰皮以后 拆掉手柄 拆掉目镜和后壳 注意下面的两条排线 拆掉侧盖和顶壳 一块来看一下吧 这第五拆了就这个样 和第四感觉差不多 一些小的接插件做的确实要比第四好 继续拆 拆掉所有连接小主体的接插件 拆一下小主体 哎呀 这主体里是进柴枯了 这么脏 不要问我这台机器为什么这么脏 因为我也不太清楚 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五的小主体 和刚才的主旁架比还是干净很多的 是不是感觉挺复杂的 那我们先手动给反光板上弦 看看这个反光板能不能归位 归位以后反光板不能锁定 说明这个问题呢 十有八九十侧面的光圈控制组坏了 来吧 继续拆 这就是尼康第五的光圈控制组 拆下了以后呢 我们再给它上弦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锁定 能看到红圈里的拨杆呢 还是锁定不了 看来肯定是这个东西坏了 那下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光圈控制组拆开 看看它到底哪里坏了 拆开以后呢 发现有一个基础连杆断了一块 正好是锁定反光板的 继续拆 看看能不能把它单独替换下来 都拆开以后呢 我们发现这个基础连杆呢 是锚在这个光圈控制组上的 这种情况呢 按通常的维修方法 就应该把这个光圈组整套换掉了 费用呢 大概2000左右 但是我发现呢 它和第700和第800的连杆是一样的 这个件都找到了 想点办法给它装上试试 拆掉原来的连杆 然后呢 再把新的装好 装好以后呢 就这样 正面都没啥 背面呢 我是用螺丝刀 锚的 所以有个小坑 然后呢 大概一桌 我们来测试一下 上完弦以后呢 这个连杆呢 能锁定在这个位置上 说明是正常的 然后呢 我们再释放一下 也都正常 我们再试一次 到位以后呢 连杆还是能锁定在下面 说明应该是可以用了 那下面呢 我把这个光圈控制组整体装好 然后装机测试 安装完成 装机器上测一下 这主体给它清理一下 然后装好主体和顶盖 擦掉指纹 装好目镜和侧盖 装好后壳和手柄 贴好所有装饰皮 装镜头测试一下 拍照正常 不报错 焦点正常 好了 问题排除